今天呢 除了台積電之外 大家有沒有最有感的就是鴻海了 之前 前幾天小畢在直播的時候 觀眾朋友們都在問 鴻海 鴻海怎麼都沒動啊 我手上的鴻海怎麼 他的股價都沒有起色 而且好像是從金牛年以來 鴻海的走勢就相對於 其他的全職股 或者是其他的族群來講 旗下的相關的電動車的 鴻家軍都是比較低迷一些些的 甚至不斷的在往下探 這樣子的狀況 但他今天有一個好消息 也就是鴻海呢 他為美國的一個電動車廠 有點算是一個新創公司哦 他已經拿到了訂單 要做組裝的代工電動車 這樣子的訂單 而且預計最快的話 2023年的時候會開始生產 因此今天鴻海的股價 也來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走勢 你看幾乎都是在平盤上 而且他是開高 開 大概盤中最高有見到116.5塊 導播我們這好像 啊錯 這個的部分再重複一次 鴻海呢 今天最高的時候是看到了116.5元 不過我們可以來請崑禎解一下 也就是他的K線圖了 你看他在這個波段啊 新高是最高見到125元哦 從此之後呢 他的股價有沒有看到 連跌了好幾天 而且是有點在持續往下走 一個下坡的感覺 好像要打一個底 但是又還沒有打出來 假設以鴻海今天的股價走勢 還有他有一個宣布 真的能看到 整個鴻海集團 他們針對電動車的野心 是非常的 夠的 那這個時候 股價今天也大概漲了5%以上 所以要怎麼樣來看 鴻家捐以及鴻海這檔個股 其實鴻海他這檔股票 就像上週所講的 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上週來講 指數大漲了接近600點 但是鴻海 不但沒有動 他反而是回跌了大約是3%左右 那在上週的直播 其實也有很多觀眾朋友在問鴻海 那當時我是告訴各位說 其實鴻海現階段的定位 是比較模糊一點 也就是說 大家原本說到瓶蓋股 他會想到鴻海 但是現階段 大家想到鴻海會直接 對 會直接聯想到所謂的電動車題材 所以如果鴻海 他要再延續年前的漲勢 他勢必要再釋出一些新的電動車 這部分的消息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 其實上 上週一些瓶蓋股在補漲 鴻海並沒有跟漲 但是反而是說 鴻海一旦釋出說 電動車跟美國大廠開始在合作 今天漲勢就非常強 那從這個消息面來看 其實 FISC FISC這間電動車大廠 他有被 在國外的一些媒體或是投資 他有號稱說特斯拉殺手 所以我認為說 鴻海跟 應該是說 以他現階段來講 就是整個技術跟他整個 車的一些性能來講 我對特斯拉的危險性是比較高一點 對 那這種情況之下 鴻海他已經確定跟 FISC有簽署所謂的合作備忘錄 那基本上在2023年的第四季 他們會開始去量產 他們新款的電動車 那預計可以高達25萬輛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觀眾朋友 就是 其實 今天的利多來講 他跟Apple Card這部分的利多 是有一點點相似的 也就是說 他是一個非常長遠的利多 所以他其實會慢慢發酵 我認為說 鴻海他是長期看好沒有錯 但是你說 短期上跟FISC簽署的合作備忘錄 能夠對營收有什麼樣的貢獻 我認為說其實 貢獻不大 只是說這個題材 他有辦法把鴻海 就是整個股價在他活起來 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大家就不要期望說 他可能會像年前這樣 一路往上拉拉拉拉拉過錢高 因為之前Apple Card的話題 真的是吵了蠻長的一段時間了 所以鴻海那個時候 帶領了整個鴻家軍 是往上衝衝衝啊 甚至他們旗下的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標股 包含像是天玉啦 以勝KY啦 鴻準那個時候 哇都是已經金金漲 連番漲 大家都如果有下車的投資人 應該是非常有感的 荷包有變厚那麼一些些了 但是你要說這個Fisker 第一他的題材性 可能不太足以像是特斯拉 或者是Apple Card來的那麼的強烈 他頂多就是一個正在起步新創公司 可能未來對於特斯拉 相當威脅性的一個新的電動車的品牌 而且就像剛剛坤珍講的 他要最後你看2023年才 最快有機會生產 那生產後接到這個單 最後多少錢能溢注到他的營收裡面 這個也是後面要值得觀察的 所以剛剛坤珍提醒大家了 可能洪家軍要觀察一下動幾天 但至少他有在動了 而且今天的漲幅還不小 所以如果前陣子有佈局紅海的人 今天應該是蠻開心的啦 那另外的話 還是來大家講一下台積電 我們先把全值股 先講一講好了台積電 今天觀察的一個指標 因為有專家說呢 台積電昨天的話是失守月線了 創下了是金牛年以來的股價最低點 那今天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哇就收復了月線 等於還是持續的一個多頭指標 是沒有改變的趨勢 那麼最後呢 股價是635元 漲了10塊錢漲幅大概是1.6% 台積電最近有很多 我覺得市場上面紛紛擾擾 也有一些風聲啦 比方說好像有外媒報導說 台積電到了日本設廠 可能不會那麼的順利 有一些相關的技術 或者是一些規範要克服 所以在市場上面的消息 並沒有說好像都是看到台積電 有很明確的利多 你說設廠是一個利多 但怎麼設以及後續設了 會不會對兩方的一些供應鏈 等等的有相關的一些問題 也很考驗台積電的這家公司 因此以台積電的股價來說 至少他站上月線了 算是一個多頭的行情不變 坤真怎麼看 我覺得說像台積電這種股票 大家就不要用 所謂的技術面來看這支股票 因為其實不管是外資 或是一些大型的 投資機構在買台積電 基本上他已經不會把它當成是 所謂的短線操作標的來操作 那既然這樣其實一些技術指標 像是月線季線 他的意義就沒有這麼的大 那對於台積電來講 我的認為是說 他就是一檔 就是長期趨勢 非常明確的一檔股票 因為不管是5奈米 還是在3奈米這部分 之後都是確定 他會量產 那整個市占率會不斷的擴大 那之前又傳出消息說 整個EUV他是有辦法支援到1奈米 所以基本上他會從5奈米 3奈米一直到1奈米 他市占會一路擴展下去 所以我認為說 像這類型的股票 大家不妨就是說 掌握一個原則說 台股如果出現 但是跌幅比較深 或是大家覺得說 今天跌幅怎麼這麼重的情況之下 就是可以適度的開始去買台積電 因為其實現階段台積電 就像剛剛所講的 他已經不是被當成一檔說 短線操作標的 而且目前國際的定位來講 他不單單只是所謂的晶圓代工 那他也不只是說 跟三星比 那誰比較強 誰的晶片比較厲害 他目前就是可能說 各大國家 那晶片荒 那可能各大國家都會希望台積電 幫忙生產一些資源 或幫忙做一些代工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不要說去日本設廠 我認為說後續可能包含像是歐洲 那都是有機會過去去設廠 對 了解 其實今天台積電還有一個 以前的自家人 退休的一位 非常資深的代理發言人 孫又文 之前在跑線的時候也很常遇到他 他昨天應該是加入了平面報章媒體 他們邀請他進來Clubhouse 現在最行的 就是會邀請一些名額 來Clubhouse的聊天室 來那個房間裡面好好的聊一聊 像他就說 他 退休了之後 現在他在家裡面退休 他現在看到台積電的股價破600元 很多人都覺得哇台積電600元真的是 很難高攀的起啊 但是他認為台積電股價破600元 是遲來的正義 就是代表自己內部的員工 我們也看到 其實之前台積電的一些高層 也有 加碼持股嘛 那退休的一些員工 他們也是持續很看好這家公司 所以就像崑禎講的 有的時候 台積電一些技術面的東西 月線啊 五日線 當然他是一個參考指標 但是或許就不像其他的個股來的 需要這麼 花很多的時間來去琢磨 他當然有一些指標上的意義 而且他 帶領大盤能不能持續往上攻堅 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護國神山嘛 所以這邊的話 就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一下 崑禎來提醒一下 大家明天要注意什麼 你說你覺得資金已經輪動到大盤了 所以明天全值股很重要囉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明天的話 當然說明天是 本週最後一個交易日 那其中又有接到228連價 所以當然說 明天我會建議說 一些中小型股 可能漲幅已經兩層到三層 中小型股 可以適度的去獲利出場 那如果是空手投資人 想要去佈局 那你可以朝向一些大型的全值股 像是剛才講到的聯電 或是 聯電啦 或是台達電 國序這類型 大型全值股下去做佈局 如果是空手 也許多個字 或是空手 也許多了 如果是空手 它會不會有破津 兩層的小型股 也許多了 來